大家好 这段时间关于兰花的问题 花友们问的最多的就是 如何预防兰花的禁服病根服病 因为前几天有一位花友 就遇到了惨痛的教训 也就是他自己养护的 十几盆兰花 两三天时间 全部都出现了禁服病根服病 全部都烂完 只剩下空盆 所以这段时间我们养兰花 最怕遇到的问题 就是根服病禁服病 我们想要达到很好的预防 那么最好就是用这种厄梅林 因为这种厄梅林 它是针对兰花的根服病与禁服病的 所以说我们只需要给它用上 两到三次就可以了 按照一笔千的比例 大概二十天给它使用一次 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安全地度过夏季 如果说我们没做好预防 等我们发现这个兰花 出现根服病之后 那么我们用什么神仙药 都无法挽救 尤其是有一些花友的养护环境 通风条件不是很好 不是它会把握好施肥 那么是最容易出现根服病禁服病的 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